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了 还没打包好行李 到了机场才发现遗忘了重要物品 虽然看起来都是一些小事 但它轻则会影响你一天的好心情 重则对你的生活造成不小的损失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时间的现实感 不同的人对时间的现实感不同 那些有进取心的人 自信心的人 他们感受到的一分钟实际上只有58秒 而那些处事散漫 毫无规划的人 心里感受到的一分钟实际长达77秒 而这19秒的差距 足以影响你时间的管理和行程的规划 所以 如果你习惯性地迟到 或者有拖延的毛病 我建议你把闹钟往前调五分钟 凡事提前五分钟去做 开会之前 花五分钟时间准备好相关材料 汇报工作更有章法 约会的时候 提前五分钟出发 彰显了你对别人的尊重 上班的时候 提前五分钟出门 能更早地进入工作状态 所谓凡事遇则利 不遇则废 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给自己留一些缓冲的时间 每天提前五分钟 一辈子积累下来 也将是受用无穷的一笔财富 远离咬人的狗 听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 不要和垃圾人争吵 他会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一样的水平线上 然后 用他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你在生活中一定也遇到过这样的人 跟他讲道理讲不清楚 跟他争辩 你又无法说服他 三五回合过后 不欢而散 你心里憋了一肚子气 因为不同层次的人真的是无法交流的 你硬要和他去针对错 便输赢 那就是你的错了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狮子看见一条狗 赶忙躲开了 小狮子很好奇地问 爸爸 你敢和老虎猎豹争雄 为何躲避一条狗 雄狮问 孩子 打败一条狗光荣吗 小狮子摇头 让狗咬一口倒霉不 小狮子点头 既然如此 干嘛去招惹一条狗 故事虽然粗俗 但是道理讲得很清楚 卡纳基说过 在争论中 获胜的唯一方式就是避免争论 生活本就是一场艰难跋涉的旅行 不要只盯着鞋底里这不值一提的沙子 而忽视了眼前的风景 有一首诗说得特别好 千里修书 只为强 让他三尺 又何妨 万里长城 金犹在 不见当年 秦始皇 真正优秀的人 不会在这些烂事上纠缠 他们懂得要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定期整理书桌和房间 曾经关注过一个北大的学霸 想向他讨教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 出乎意料的是 他给出的第一个方法 不是叫我丢掉手机 也不是集中注意力 而是定期整理书桌和房间 他说一个人身处的空间 往往是他心理空间的映照 在一个漂亮整洁的书桌前 更容易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虽然这可能仅仅代表他的个人看法 但是我也看过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 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 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 而不幸的人们 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 其实也不无道理 想想 假如你的书桌长时间不整理 上面遍布着你吃外卖的油渍 堆积着一些无用的资料和书籍 是不是连坐在前面的欲望都没有 反之 如果你花一点点时间去清理 丢掉无用的东西 把书籍都摆放整齐 在电脑前放一株绿植 坐在前面心也就放空了 就更容易投入学习 而不会被周遭的环境所分神 我们常常倾注感情在物品上 所以物品的增加 也会增加我们情感上的负累 所以整理房间 也是在打扫心情 当你整理好自己的心情 房间不再凌乱 物品不再碍眼 你目之所及都将是美好的画面 当你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做到断舍离 就能为更多更美好的事物腾出空间 心里的空间多了 阳光才能照进生活里来 学习记账和理财 当代人最大的安全感来源 无非是手机有电 车里有油 兜里有钱 那么如何做到兜里有钱 心里不慌呢 第一步就是学会记账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明明觉得自己一个月啥也没买 到还花贝和信用卡的时候 却被账单吓了一大跳 移动支付 显然是让我们的支付行为 发生得太简便了 花现金和刷卡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一天一杯的咖啡奶茶 一年下来 就是小一万 冲动之下 买得打折的衣物 看似便宜 积累起来也很贵 所以我提倡大家养成记账的习惯 把你花的钱摆到明面上 当你开始记账 你会发现你的钱包 都是被你没注意到的东西掏空的 有人觉得记账很麻烦 但是市面上很多记账APP 已经很便捷了 能直接绑定你的银行卡和支付宝 一个月下来 看到账单 你会明白 你在哪里花费的钱最多 另外 你要学会理财 有句话叫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千万别以为 没钱就不能理财 要记住 多钱有多钱的礼法 少钱有少钱的礼法 挣钱是本事 能存下钱 钱生钱 更是大本事 睡前不要玩手机 智能手机的普及 已经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习惯 在睡前刷会手机 放松一下 但是科学实验告诉我们 玩手机 不但不会让人放松 反而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美国的睡眠 期刊上的一项研究表明 睡前长时间玩手机 对健康和心理产生影响 使抑郁的几率上升20% 焦虑的几率上升14% 而推迟睡觉时间 会让失眠的几率上升41% 而睡前玩手机 失眠的几率更高 达到了82% 那么如何戒掉手机瘾呢 我也给你推荐几个小方法 一 不把手机带进卧室 二 在床头放了一个小闹钟 三 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看看书 看着看着你就困了 找到自己的凌晨五点 看过一个非常有意思调查 说很多领域的佼佼者 早上起床的时候 都在凌晨五点左右 百度的总裁李彦宏 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 蒂尼斯的CEO 罗伯特·艾格 每天早上四点四十五起床 作家村上春树 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 开始跑步写作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倒不是说提倡大家 早上五点就起床 而是建议大家 养成早起的习惯 早起一个小时去运动 收获一个好身材 早起一小时吃顿早餐 收获健康的好身体 早起一小时去阅读 收获更睿智的头脑 早起一小时去工作 收获更体面的事业 有人说 这世界上两种人最可怕 一种是坚持学习的人 另一种人就是坚持早起的人 任何领域最厉害的人 从来都不是最聪明的人 而是最能控制自己 比别人多付出一分努力的人 早起三光 脑袋光 脸面光 衣着光 晚起三慌 人慌 心慌 事慌 早起的人生简直转翻了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 不在智力上 而在行动上 为什么听过很多道理 却过不好这一生 因为很多事情 不是说了就有意义 而是做完才有价值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